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要測試一下我們的愛情 大家經常都說我們兩個好像很恩愛、很開心、很幸福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今天就有一個特別企劃 想看看我們對大家的愛有多深 還有有多偉大 所以就出了這個特別的企劃 我們現在就揭曉了 我們就一人準備了一個食材 就是對方不吃的 我就準備了洋蔥 為什麼這個先生會不吃洋蔥呢? 因為我不喜歡 但我很喜歡吃洋蔥 而他就準備了西芹 我真的覺得西芹真的很臭 那種芹菜的味道真的很臭 但我覺得他現在站在我旁邊也覺得他很臭 對 我們就會一人煮一碟菜 看看對方可否清疊 我們經常都說 只要你煮什麼都會吃完 這句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我會煮一個洋蔥炒蛋 非常之簡單 而他呢? 西芹炒鮮油 雞蛋和鮮油 我們兩個都會吃的 所以就沒有那麼坎坷 否則就是洋蔥炒洋蔥 西芹炒西芹 究竟你有多喜歡我呢? 不喜歡 我覺得我吃到的 我也吃到的 我們一會兒就會知道的 好啦 那我們現在去煮食環節 分享一個秘密給大家知道 我切洋蔥是不會哭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切洋蔥真的很少很少會飆眼水 Hello 我切西芹 正在展示我強大的刀工的時候 現在讓Hidy吃多一點 就決定在切的時候 煮入一點外套 因為長洲的街市都已經沒有鮮油了 所以我們決定升級了 買帶子來炒 剛才我們買的時候 那些帶子是這樣在油水 超厲害 它很麻煩 現在它要拆掉肉出來 然後我就很開心地 等待我 一會兒打蛋就搞掉了 這就是我男朋友說 它洗完之後很乾淨的帶子 你看看 紫色的 我現在開始洋蔥炒蛋這一部分 我就沒有男朋友這麼多理論 什麼又要Hidy吃多一點 又要怎樣怎樣 其實洋蔥炒蛋是非常好吃的東西 就算它不吃 我都自己吃得完 所以 照樣平常這樣煮就可以了 哇!很多洋蔥啊 整個都很曬 是不是很開心啊 對,很曬 就是我 好,我的洋蔥炒蛋就完成了 現在把牆子交給我男朋友 有先 XO醬西芹炒這個 帶子 我的廚藝是有目共睹 What?! 你是不是有醬power啊? 我先生 知道了 那好吧,你炸三有power 可以看到的樣子 好,洋蔥炒蛋 好,洋蔥炒蛋 嘩,我醉啊 嘩,今天這個歡樂廚房很成功啊 嘩,這個 外面街上吃 真的幾夠水 好了,我已經煮完我的洋蔥炒蛋 嘩,這個超級XO醬西芹炒帶子 差點忘記名字 聞到醉了 我們現在就有這個交換儀式了 我不想要 你肯定這個是洋蔥炒蛋 是啊 蛋有點難問 不是啦 有三隻蛋 而且是日本蛋 好了,那我們 為了 讓自己 容易入口一點 我就準備了兩件事 第一件 就是 我們買了一碟紙刀杯 沒錯,這個是超好吃的 超新鮮的 如果大家在街市看到這些紙刀杯的話 一定要買 另外呢 當然要有酒 灌醉了自己,應該什麼都好吃一點 還有需要剉刀去撞一下 我最近很喜歡喝這個 是南非的酒 是我朋友代理 好像是獨家代理 只有他們那裡可以買 而且很便宜的 百多元 還有一瓶 超級好喝 是甜酒 寫著Sweet Wine 是一些不喝酒的女生 都要買和喝 所以我這次是 Shanine Blanc 是不是呢? 我都不懂得讀 我對 那字在哪? Shanine Blanc Shanine Blanc 她跟我有什麼關係 這瓶我沒試過 所以我試一下 我是正價買的 但我的正價只有680元 有三瓶紅酒 兩瓶白酒 和一瓶Rose 是不是很划算 這個是正價 她們的網上 應該搜尋這個名字就可以了 不過我也可以放上IG購物 在下面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 現在就是我們考驗 愛情的時候了 可能大家看到這條片段 所以我們要分開了 分開了 你應該會想這些東西出來 不如我先試帶子 先試試看 好 先試試看 乾杯 乾杯 之前我知道有什麼味道 但我真的不喜歡那種味道 不行 吃回西間補醋 我覺得我吃到的 是不是真的選擇 雜食到一個極點 白酒很會喝 西間很甜 很甜 哈哈哈哈 先夾洋蔥 要不然吃得這麼快 吃完蛋 我會 看見熟的洋蔥也會流眼淚 真的很難吃 但其實這兩樣東西 都是有益的 是的 所以我們要加油吃完 繼續 好 我們先喝一杯 我真的很難吃 我還沒吃完上一口 哈哈哈哈 你酒也喝了 你終於收到哪裡了 哈哈 倉鼠 先放在裡面 嗯 它們一起之後 嗯 好厲害 是嗎 如果帶子和西間的數量 對等的話 我可以穿到碟 很好吃 這碟子很貴 哈哈哈哈 嘩 好成功啊 我覺得你比我成功 因為 我蓋不過洋蔥的香味 洋蔥味 我真的蓋不到 但你那個很成功 你可以令到我不討厭 我剛才一直都覺得自己很難受 但現在OK 我現在一個進度給大家看看 還是很大碟 我也是 整碟都是洋蔥 今天應該是我一輩子吃得最多洋蔥的人 這個是我三十幾年來吃西芹 吃得最多的一天 是三十幾年加起來 我吃不到一塊 我只聞到和不小心吃到就會噁 所以我沒試過吞下去 還有愛情的力量 嗯 你有嗎 有沒有發生嗎 有啊 很甜啊 哈哈哈哈 你看你虛偽的表情 我覺得是真心的 是嗎 是啊 很甜 很甜 吃得吐 對啊 其實一開始我是很想吐的 但是 夾了那些大小 你看到我的樣子就馬上 立刻吐 哈哈哈哈 看到我的樣子就好像 看到日出 太陽 有些美妙的事情 其實為什麼我會想拍這個題材呢 就是因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哈哈 因為想我吃洋蔥 哈哈 哈哈 為什麼 不是啊 是因為我覺得 那我吃吧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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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因為我經常覺得我們兩個說的那件事 你煮什麼我都會吃得完 我會幫你清疊的 我很想知道 究竟我們是不是真的說得出做得到 很累 對 因為我覺得在 關係裡面 人要有口齒 但是如果那件事是你很討厭的 究竟你會不會為了對方而去做 雖然我覺得 這件事可能今天拍這條片是一件很小的事 不是一些什麼很嚴重的事 但是 找了我們人生最討厭的其中一件事 然後去測試一下 但是我覺得 都是一個好的開始 至少我們真的做到出來 其實每對情侶在關係裡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難關 有時候是我的東西近一點 有時候是她的東西近一點 大家其實真的要一起去面對 究竟可不可以為對方付出一些東西 以及可不可以一起去完成一些東西 好像今天這樣 我不吃西芹他不吃洋蔥 我們自己各自吃對方之餘 都會幫對方吃一下 所以這種互相幫助的關係 其實就會令到大家更緊密 以及更近 今天就和大家玩了這個體驗 如果大家想惡惱男朋友的話 歡迎跟我這條片去做這件事 Anyway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我們subscribe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凡是在錄影三點 還有 星期日的下午12點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報告進度 春節了 吃光了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喜歡吃的東西 避免到也避免到 你下一個小時 下不為例 我們再見 下次見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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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